你信命吗 白柔水长城这个露营地弄得很不错呀 承蒙大师夸奖 这个露营 水长城 这个这个我们水长城这个地方 其实从玄址的角度来讲 这个虽然说我不是非常懂这个玄学 不于这个风水或者说山水这一块 山水 还是有独特的一个认知的一个理解的 那你怎么看这个地方好和坏 我觉得一个好的营地 首先要是一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链接 这个大自然的这个他缔造的这个场景 一定要让人能够放松 能够沉浸 所以说我在看这块地方 还能够去愉快的去体验 所以说我看了现在目前水长城这个场景 它是一个三面环山 一面像水 这个有山有水 主要我们附近还有一个明长城 还有一个明代的板栗园 嘿 明代的板栗园 对 这个明代的板栗园 上回你请我过去的时候 我看了 那个非常好 明代的板栗 那吃起来很棒 最近每年九月中旬以后 还有这个板栗文化节 板栗文化节 就是怀柔区政府举办的 是的 是的 而且说实话 那个板栗园能保留到现在是个奇迹 那肯定是 明代到现在好几百年 最大的一棵板栗树是八百三十多年 哇塞 上百年的板栗树达到上百棵 那你们在那开办营地 你们吃板栗应该不发愁 每年呢 其实所有 它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嘛 对啊 每一个这个愿意在这个季节里边去采摘的人 都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主要还是面对一些中产家庭开放 中产家庭 对 所以说要做一些平整的草坪啊 也让一些家庭人群啊 去了之后可以在上面去玩一些户外运动 同时呢 我们旁边也有一些水域 也可以开展一些奖板啊 平滑艇啊 甚至有大型的活动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龙州赛啊等等 所以说这个有山有水 而且还有可体验的很多户外运动项目 对于喜欢古迹的人来说 你们那地儿是一个好去处 就首先他能让人爬到明长城上 登上明代的长城 触摸明代的这个城砖 这玩意儿 这个是一个优私怀骨的好地方 疫情这三年 你还是不断的往里砸钱啊 这是肯定的 那就证明你是为了理想 可以不吝惜花钱的人 以前他在荒郊野外 让年轻人驻扎在这儿 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而且这晚上在宿营地里 可以这个仰望星空啊 这种感觉在都市里边的 太难得了 这个房顶能躺在帐篷里 仰望灿烂的星空 而且你们那边还没有光污染 你那个宿营地吧 因为在城市里边 你看我呢 因为我比较喜欢星象 从星象学的角度 因为古人都是仰观天象嘛 我从星象学的角度说呢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发愁的 就是各种灯光 让你无法看清天上的星象 你根本就看不清 因为都是光污染 你除非荒郊野外 可是荒郊野外 那地方又不方便 而你们这个宿营地 晚上看星星 那是很清晰很舒服的 这个我们的营地啊 这个尤其营地距离长城也不远 对啊 很近 站在长城上 要仰望星空的时候 可以看到各种星河 星象 太美了 一览无余 我觉得你那个地儿 特别适合让这个青少年啊 热爱天文的青少年 经常组织各个学校来组织你这儿 观天文 特别棒 非常好的提议 这个我们呢 也正在设计这个板块 平常的人的居住啊 都是住在这种钢筋水泥的这种 盒子里 城市里 钢筋水泥加玻璃这种 然后这个能找到一个啊 这个在跟在城市里边完全不同的这种舒适感 舒适感 所以说后期我就把这个户外这几个事情变成我的一个事业 你是93年来的北京 对 93年来的北京 你指的是从93到13这20年 没错 你等于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好要投身到户外 那个时候就是喜欢体育啊 就是打球啊 踢踢球啊 更多的是在一些公园里边去和小伙伴一块玩一玩 但是13年你才决定投身到户外是一种 是这样的 你觉得有没有命运的安排 确实这里边是有的 之所以有的 怎么讲的 就是在13年之前的这个时间里边 我就是平常每天白天都很少接触太阳 因为那个时候做的是更多的是晚间的工作 很少接触 对你原来在好像在夜店 在酒吧 酒吧是你是 那你那你在酒吧肯定是肯定是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 这个事情其实咱就不多的去交流这个话题了 但是不是咱们再说一说一句啊 你在夜店的时候肯定也有很多岁数比你大出一些的女人喜欢你 这个我听说了 但是这都是过去的事 这能说成是我的魅力吗 你是见不到很少见到太阳 因为你白天是在睡觉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羡慕 这个早晨能起来看看阳光 白天能够做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你那时候都几点几点睡觉凌晨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酒吧生意好 每天早晨七八点钟才能睡觉 每天早晨七八点钟才能睡觉 六七点七八点 然后呢到下午太阳落的时候再起床 周而复始 就这样一晃过了这么多年 你每天早晨七八点睡觉 是这样的 你这种生活过了多少年 小二十年吧 就是九三到一三 你是在三里屯吗 工体 工体哪个酒吧 密克斯 密克斯 你是在密克斯里边 你是在密克斯酒吧里做什么呢 主要还是做运营管理吧 就是2004年从崇文区的一个酒吧 对 后来到中间到东城 到东城区的酒吧 后来到了朝阳 这个进入密克斯 那也就是说04 05年左右 你到的密克斯 一直干到一三 一直干到11年左右 从04 05干到了11年左右 对对对 那也是干了八年 对 我明白了 那现在找到你这根源了 你喜欢做户外运动 其实它的深层原因 原因是源于你经常见不到阳光 所以说我说这是跟命运有关系 前半生让你自己在埋头苦干 后半生让你自己天天与日月同灰 每天就是我是最近的这个11年的时间里面 接触阳光最多的人 结果是093到13是几乎是每天见不到阳光 对 然后这个13年以后到现在今年是23年 这10年是等于是每天接触阳光最多 肯定是这样 对因为你做的是户外 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那理所当然的 给大自然给阳光接触的肯定会多 现在咱们聊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 我觉得就是等于咱们通过今天的这个这个聊 咱们我觉得挖出了一下带出了你这个 之所以选择户外做你的事业的一个 一个一个深层的原因 今天被咱们挖出来了 没有钢筋水泥的禁锢 它有的就是你完全可以放松 可以这个把人放下身段 没有任何的这个牌压力 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当然了我们这些还是说 因为在城市里边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标签 你要不就在公司里边有同事有领导 回到家之后你有上有老下有小 其实都是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而且呢也都在戴着面具 您说的没错大师 我觉得所谓的这个面具呢是一个什么呢 是希望给别人呈现出最好的一面 但通常这个时候呢你自己会相对累一些 往往这个时候你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抽离一点 这个一个小小周期啊 不一样的生活 甚至呢有些人还觉得这个不了解我们所做的这份工作的时候 觉得你做的事情怎么跟常人不一样啊 你每天白天都在睡觉是吧 因为常人的作息不是这样子的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说呢 其实身在局中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一份工作 其实工作分很多个种类 它都需要人来去做嘛 没错 无论你是上到做航天的 做研究的 在实验室的 或者医生教师 同样为社会服务的有很多个不同的工作者 但是你你肯定赞同我的说法 就是说肯定有不少女人围着你 这是肯定的 在酒吧里边除了男人就是女人 是吧 这个我觉得你回答的很智慧 这个我觉得世界这个社会在哪都是这样子 是吧 只要是你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 但是你一定那个时候比较自负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认为自己当年年轻的时候是个帅哥 然后呢 你认为自己在女人当中很有魅力 其实您说的不完全正确啊 我觉得我现在也是个帅哥 很老了一点 大叔级的吧 当然了 岁月的沧桑啊 的确给人带来了很多痕迹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你还是要有自信 你70后 你现在还不到50呢 刚才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汇 你管这个风水 你认为是在你心目中是山水 因为呢 这跟你的职业有关系 所以说你选择这个风水 或者说你认为的山水 你是有什么自己心目中脑海中的一个 一个条件 一幅图画 我觉得这个 所谓的风水啊 其实在任何场所都存在 只是因为我所做的这个事业 或者说我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 它就是居于在户外 在我的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风水气场中 风水的环境 我在选址的时候 北京周边我看了上百块地方 上百块 对 那就是说的这个包括 什么北京市区以外的这些郊区县 你全都去了 甚至河北等等啊 一些地方都会 这个 你都考察过 去看地方 考察过 就是说你要开办这个宿营地 对 这几年呢 其实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没有盲目的去扩张 那同时也有另外一个这个思考 我们做这个品牌呢 是希望在选址这个层面上 它一定首先就必须是一个 很有自然优势的一个地方 如果这个自然优势 纯粹性的要靠人工来打造的话 它出不来这种痕迹的 它没有这种反普的这种感觉 它没有这种能够让你真正 放松一来的感觉 说的好 说的好 所谓的这些呢 我觉得它就是一种风水 它就是让你来到这个地方 就觉得很舒适 很放松 能够来了之后很开心 人其实好的风水 我觉得就是让一个人能够快乐 别压抑 所以说认识我的人啊 都觉得我这些年的变化非常大 这个大的根本 这就是命运 这对 您说的这个命运呢 我是认同的 就是老天爷给了我 一个二十年 二十年的灯红酒 不见这个太阳的这样的一些生活 同时又后半期呢 让我呢 能够和 大自然 天然 和天 天地 非常接地气的去从事这样的一种户外工作 天地 大自然 对 人是一个环境的产物 对 这就是风水气场啊 是啊 没错 所以说我还是非常 这个对于风水这个方面 虽然说没有那么深的研究 但是我还是非常信奉风水 你是用身体力行的去体悟风水啊 我觉得首先公有选择权 所以说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责旨两个字 就责旨是特别重要的 你这个选择宿营地 你看你看了一百多处地方 那就是你的责旨啊 你的眼光啊 是 这个选址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就是 非常的费心啊 同时呢 我们为了做好这个品牌啊 没有想过多的去 非常泛滥的去快速的去扩张 如果说扩张的话 我们是最有机会的 因为在疫情之前 我们就决定了做这个事 而且注册了自己的品牌 对 也成立了自己的团队 对 可以说在运营这个层面上呢 我们在市场上 不属于任何一个团队 只是因为我觉得要想把这件事情做得更长久 就需要做好内功 做好我们自己团队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功底 这也就是给大师我们交流起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风水吧 明白 春空周末是你们穿越体育下端的一个品牌 对 我们的一个露营的子品牌 年轻的时候不信命 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不太信风筝了 你大概从多大岁数以后开始信命了 我觉得从这个35岁以后吧 35、6岁以后 对对对 大概也就是十多年前了 那个时候你对人生 你认为人生是有命运的 是这样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从事了现在的这一个事情 我为什么从事了从事户外了呢 为什么从事了这个到一些鸟不拉屎的这种 这个这个荒郊野地里边去从事这样的事情 甚至皮肤都被晒黑了 这个这个这个每天呢 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讲究去做发型啊 或者说自己需要去从穿戴啊各个方面都要时刻去注意 对 可能就是觉得随地而做啊 人就变得很放松 后来我觉得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命的安排吧 上天赐予了我需要去从事这么一个 跟前半生截然相反的扬重事情 那我就很坦然地去接受 并且他也是我喜欢 希望能够立志于成为我自己个人事业的一番事 所以后来就开始成立了自己的创业公司 这是180度的反差呀 一开始我做户外的时候 接触的就是一些各大商学院的企业家 一些成功人士 只有什么样的人敢于去挑战一些最新潮的东西 一个是年轻人 一个是就是成功的企业家 因为年轻人更多的会愿意去尝歇 但是作为一些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愿意去接受挑战 之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攀登珠峰 去走无人区 或者说去跑各种马拉松 挑战这种不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些创业者 或者说一些大的企业家去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从我开始 接触户外那天 接触的就是这些能够让我感觉到 在这个领域会有一番作为 它是源自于我所接触的人 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带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就是 为什么这么多有钱人去干这么一件苦逼的事 你为什么愿意来户外去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一天走个几十公里 实际上看似一种非常简单的一种 而且走几十公里还都是在隔壁滩 对啊 因为只有在那种地方啊 才能够让人放下 他可以没有手机信号 可以没有任何坐标物 你就是在大自然当中的一个皮脑 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人 你可以不带任何灵魂 不带任何思考 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 你不是一彎富翁 你也不是董事长 也不是总经理 你也不是什么名人 你就是一个在隔壁滩上行走的皮囊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你的理解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哲学 一切都是定数